作为第一个进入太阳大气层的探测器 帕克太阳探测器在离太阳表面850万千米处 创造了距离太阳最近的历史 并且成功飞入太阳日冕 可太阳日冕的温度高达上百万度 帕克太阳探测器在其中穿梭 为什么不会被烧化呢 一般来说 太阳从里到外基本可分为五个部分 日和区 辐射区 内表面层 对流区 以及太阳大气 其中太阳大气又分为光球层 色球层 过渡区和日冕 而太阳的能量就是从核心处产生 然后逐渐向外传播 向太阳内核的温度高达1500万度 在到达太阳表面后就只有6000度左右了 但由于某些暂未被科学发现的原因 在太阳大气中的日冕区域 温度却能达到上百万度 帕克太阳探测器在最近的一次与太阳接触 就是进入了日冕层 而帕克探测器在服役期间 一共需要展开24次的太阳飞跃 甚至按计划在2024年12月的时候 它还要逼近至距离太阳表面 约616万公里处 可日冕处的温度高达上百万度 帕克太阳探测器是如何不被烧化的呢 简单来说就是这里的上百万度 与我们理解的上百万度不一样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温度的理解就是冷热 温度越高越热 但在物理层面 冷热其实指的是热量 它与温度对应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本质上说 温度反映的是微观粒子热运动的剧烈程度 粒子运动越剧烈温度越高 粒子运动越缓慢温度越低 如果粒子不运动了 便可以达到宇宙最低温度绝对零度 但相对的热量则代表的是 运动粒子能够传递出来的总能量的多少 太阳日缅处的粒子无规则运动速度很快 每秒可达到900千米以上 可粒子的密度却非常低 平均每立方米仅有1015个 虽然日缅的温度达到上百万度 但总热量其实仅在千度左右 因此帕克太阳探测器 只要能抵挡住上千度的高温 便可在太阳日缅中安全穿行 而它抵挡高温的关键 就是探测器表面厚约12厘米的隔热面罩 该面罩由碳复合材料制成 结构为两块碳纤维面板之间 夹着一层厚约11.4厘米的碳复合泡沫材料 最外层则是白色的陶瓷涂层 它可以反射绝大部分来自太阳的热 当隔热罩面向太阳时 外侧温度能够高达1371度 但内侧温度却仅仅为29度 探测设备在这样的环境下 工作几乎没有任何问题 除此之外 为了进一步散热 在帕克太阳探测器的内部 科学家还设计了一个水冷循环系统 通过加压的液态水 将设备产生的热量传递出去 因此正是在这重重的防护之下 帕克太阳探测器才能安全地在太阳中穿行 然后为人类带来许多宝贵的数据